Hello,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今天我们有一个很特别的来宾 也是今天的WMBF Pro 他的名字是Louis Louis的舞蹈Posting很受欢迎 而且他体态真的很棒 所以记得follow他的Instagram 大家好,我是Louis 今天很开心可以上Spatium的一个YouTube频道 今天我要来分享六个我最喜欢的动作 那第一个就是绳索的直屁下来 LOUIS,我想要知道是什么原因 促使你想要参加健美比赛 然后升为一名健美选手 因为小时候其实就是很喜欢那种玩具公仔 肌肉管特别强 对,那存在我心里 所以这时候就是会对这种肌肉 一直有一种旺 那在国中的时候就是有接触到WWE这种摔角选手嘛 那就很想要像里面其中有个John Cena 那真的真的知道我接触到健美健体这个项目之后 我很喜欢他的阳光的感觉 然后其实会发现就是健美的话 就是像一个人生经历 你会不断遇到挫折 然后你要去突破 不管是在训练上面 或是在饮食啊,状态上面去做调整 所以这个难能可贵 对,但你刚刚讲到的有关肌肉 我也发现我最近超级喜欢看七龙珠 然后他很喜欢肌肉 从小就是已经被爸爸看到这么多的比赛 那种胃口已经被养大了 然后他现在就把自己的公仔都摆那种贱气的 对 很可爱 对,所以他的偶像就是Spanion 真的 很赞 没错 接下来第二个动作我们做的就是绳索的二头肌弯卷 对 那这个动作要注意就是说我们的手肘的位置可以稍微略微往后一点 在我们的腰肌后方 对 这样的话可以更刺激我们的肠头的部分 那我知道你 过去我有看到你的story和你的发文 说你花了两张三年去培养你的肌肉量 对 你可以告诉我们你当初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 然后你觉得这么做等这么久值不值得 应该这样讲 就是因为我2019年比完赛之后我就沉淀自己 然后因为我知道我自己的肉量就是非常不足 所以我就是想说花一两年的时间 然后去把我的肌肉堆叠起来 那在这个过程其实就是最近的比赛说的话 其实是值得的 对 因为是在这两年当中可以看到是有一些成长 对 我觉得你拿到了你的目标职业卡 绝对值得 对 对 因为职业卡的部分就是 其实我一直想要得到的 那我就是有预计就是这两年期间 这一场四月的WMBF的比赛 我就是要拿这张十一卡 很开心也可以就愿意常拿到 收到做到 所以是值得的 对 真的两年是值得的 没错 对 耐心真的很重要 增肌就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 它可能会需要花一个人很多年的时间 才可以增加到足够的肌肉量去参加一场健美丽场 所以看到你这次的成就 真的恨气你开心 感谢 那接下来我们做我的雅铃胸推 鞋套 做我的 jätte 加的雅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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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這個動作要注意的地方就是說我們的手腕手肘要持垂直於地板 盡可能的保持好這樣的一個角度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我們練完胸之後緊接著我們就直接順帶我們的側三角 對 側速的這一條刺激 對 那我會推薦給你們我的一個秘密武器 那就是女孩在練腳的動作 那我們拿來把它綁在我們的手腕上 增加我們的側三角的感受度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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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也想要問問你接下來有什麼樣的計劃 你會繼續參加健美比賽 尤其是自然健美嗎 還是你有什麼其他的打算 我接下來的計劃的話 就是想要再參與10月的WMBF職業賽 對 然後我希望就是 未來的話就是可以繼續往這條路發展 那可以影響更多對這種健美圈有興趣的 然後可以給他們一個明確的目標吧 對 然後讓健美的這個圈子可以發展的越來越好 它有點好榜樣 對對對 希望是這樣可以影響更多人 太棒了 那接下來做的話就是我們的 雅鈴三頭的手臂屈伸 關鍵 開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所以我觉得Posting这部分的话 它的重要性跟状态是有点切齐的 它们其实是平行的 因为你有一个很好的状态 那你当然要在舞台上面呈现最好的自己 所以我觉得大家一定要把Posting練好 真的 而且你可以跟他讲 你在比赛 备赛的过程 这两三年 你多平凡的练你的Posting 我基本上每天就是重訓的过程中 虽然我都会看得近 但是那不是自练 就是在练Posting 对对 那在家里浴室 早上起床 我都会练大概十分钟 真是真的 你看 每一天喔 每一天 对对对 所以真的Posting真的是练出来的 沒錯 真的是练出来的 谢谢Lewis 非常荣幸今天可以邀请WNBA Pro Lewis来跟我们分享他最喜欢的训练动作 然后跟我们分享一些他的备赛的新的历程 然后祝福你下一次比赛 很期待看到你上台 好 好 大家 宽敦 想听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